哈囉,大家好,今天是更新日 然後這次也有新增了一個新的建築囉 長得很像麥當勞的一個素食餐廳 接下來就帶你們去看一下囉 它是在市中心裡面的 好,那這裡就有個任務可以接囉 我們要幫他找一隻雞 哦,不是,要找十隻雞 接下來就是要幫他找雞囉 雞會發光,所以其實還蠻容易看到的 這個任務不會很困難 好,那我找完了十隻雞了 再來我們就找他 可以拿到一頂帽子哦 是一個很可愛的薯條的帽子 好,這樣子也可以拿到新幣囉 然後這個錢錢呢 這個錢錢的箱子知道要去哪裡拿嗎 如果不知道的話,可以看上帽子的連結囉 那我們到裡面去看一下吧 這邊可以買冰淇淋 然後後面這些呢 這個薯條可以拿起來玩哦 可以拿起來炸 還蠻好玩的 那也可以在這邊煎一煎漢堡啊 然後這個冰箱打開裡面也有東西 我以為是會不一樣的東西 不過打開全部都是一樣的 那你也可以坐在這裡跟朋友聊聊天 接下來又出現了一個問號了 什麼?他的雞又跑掉了 又要再幫他找回那些雞 那這些呢,就留給大家些解囉 接下來我們來玩個好玩的 可以拿到炸雞 一大雞麵 還有薯條 還有薯條 還有起司條 還有蝦的漢堡 還有這個 巴皮丘的漢堡 還有醬油味的炸雞 這些食物應該是會有特效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究竟是哪一個會有特效 那後來我發現了 這一個 哇 臉變得好紅喔 紅通通的 辣死了 辣死了 哈哈哈哈 那漢堡就沒有特效囉 這一次有特效就只有剛剛那個HS炸雞 其他的食物都是沒有特效的 覺得有點可惜 應該要再新增其他食物也有特效的 會比較好玩一點 這些都是沒有特效的 我以為吃的頭會變大也沒有變大 都可以拿起來吃 但是都沒有特效 好啦 那今天的神奇食物就分享到這裡囉 大家也可以去這邊來玩一下 買一下吃一下囉 下次見囉 掰掰